好 接下来我们从欧京来看一下欧战 乌克兰的战火最猛烈的巴赫木特 俄军是步步进逼 当地政府已经要求还没有离开的百姓赶快撤离 似乎在为注定沦陷做准备 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在北历时叫开了会议 承诺会加速援助乌克兰的弹药补给 波兰是提供乌克兰坦克车的训练 要让西方提供的鲍娃型坦克车 有效打击俄军的攻势 而俄罗斯的新一波攻势 让大量佣兵在前线进行自杀式的攻击 只有半数佣兵能活得下来 俄罗斯佣兵在出征前 以唱歌跳舞的方式激励士气 几个小时后他们被送上乌克兰战场 最后只有半数的人生还 这些佣兵大部分是想以服役换取特赦的囚犯 抢劫犯维克多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战场上受伤住院 他告诉妻子 他害怕会因为表现不佳 被俄军拖出去枪壁 几天后 维克多的遗体被送回俄罗斯 死因是被炮弹击中 俄罗斯新一波的攻势 采取自杀式攻击 佣兵成了前线炮灰 正规军朝他们开枪 逼迫他们前进 佣兵队伍中还有一名坦尚尼亚青年 他原本是到莫斯科当交换学生 后来因为毒品案被判入狱 最后死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他的母亲收到死讯 才知道儿子上战场了 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长 周二在比利时召开会议 除了重申无限期援助 乌克兰的坚定立场 还承诺加快提供 乌克兰弹药的速度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则建议 乌军应该要善用战术 减少弹药的消耗 战火最猛烈的巴赫木特 俄军步步进逼 从四面八方攻击 乌军死守在战壕里 进行困兽之斗 当地政府还要求没有离开的居民撤离 似乎已经在为巴赫木特的沦陷做准备 乌克兰接下来要靠西方提供的先进坦克扭转情势 前线的坦克士兵目前正在波兰接受鲍尔形坦克车训练 短短一个星期 他们就掌握了驾驶技巧 波兰坦克训练教官表示 乌克兰学员每天训练12个小时 一周六天 他们不愿意休息 急着想要回战场 照这样的学习速度 一个月就能结训 下个星期 美国总统拜登要访问波兰 届时乌军也会向他展示训练成果 波兰的坦克训练除了传授技术 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完训的乌克兰军将带着北约最先进的武器和技术 在战场上与俄罗斯一较高下 TVBS新闻总和报道